我是粉嶺哥爾夫球會餐飲部的員工 我在這個球會都做了14年 每天接觸很多不同的客人 在這個170多公頃的地方 裡面有很多的百年古樹 有很多珍貴的動物、植物都在裡面 是不是一定要不保留這個球場 我想工作人員提一提他 可能不可以這樣太低得太高 不保留這個球場 剷好樹而興建這個公屋 或者興建這個樓宇 還有1分鐘 170多公頃裡面當中 有四成都是這個樹木 請支持大家保留這個粉嶺哥爾夫球會 多謝 你還有20秒 我支持全面收回這個粉嶺哥爾夫球場 因為最主要有172公頃 可以立即將它變成一個新市鎮 建立這個上水和粉嶺區 而且這個即時可以做得到 不需要鐵樓等20年 剛才說的樹木 我也進去參觀過 大部分的樹 其實都可以簽冊或者斬去 建樓 可以建5萬到6萬以上的單位 整體來說可以價值5000億到8000億左右 還可以提供到幾萬個人工作職位 不過球會可以存在 可以自己買地 買回172公頃的土地 來建立自己新的球場 沒有人阻止你們